五六十歲以上的所謂年紀高齡的人 他一定還是有那些肝炎症 或者剛才講的情況危險 都不要忘記以外 其實開始進入 會有白內障的開始 還有一個就是四網目的病變 這個四網目的病變 最常聽到叫做老年性防患部病變 因為老年性防患部病變 也是一種老化的過程 那他如果防患部有了這樣的重複的出血結法 視力就會影響非常大 那這是一個非常難治療的疾病 白內障是可以治好 但是真正的白內障的治療就只有手術 到必要的時候 他視力真的影響到他日常生活 讓他非常不方便的時候可以手術 但是白內障的手術的成功率 現在有百分之九十九十五以上 就是都比較有規定 如果他沒有其他的什麼青光炎 視網目病變 是神經病變 角膜問題 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單純只是白內障 他的結果是很好的 黃斑部病變的話 因為黃斑部上面 就是視網目的一部分 而且是最中心最重要的視網目 他非常薄 他就分成好幾層 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們去旅行 不管怎麼拍照 多麼會拍的攝影師 拍出來的東西 應該沒有我們眼睛看得那麼好 我們眼睛看的感覺 寬廣度跟眼睛所看到的那種對比 或者那種敏感 如果眼睛是好的話 比照相機 再怎麼高階的照相機 照起來都還好 他都沒有辦法呈現 所以人體知識很重要 那這上面充滿了很多的 非常精密的我講的那些感光細胞 然後神經細胞 你應該聽過 如果腦死或者是 腦部受傷缺氧 超過一段時間 他就不會回頭了 因為是那個血管 那個有神經的東西是死掉 就不會回頭 所以你黃斑部這個地方是非常 精密的這樣的一個細胞 這樣的有失神經纖維 結果你讓他壞死掉 他就不會回頭 那現在發展到 不用雷射 雷射比較不是主力 就是也是用眼球內注射 應該聽過 眼睛裡面注射 注射一種抗新生血管因子的藥 讓那新生血管不要一直長 就比較不會出血 那這種注射是現在都很 發展很蓬勃 不斷的 可是這個要打 要不斷的追蹤 不斷的可能要打很多次 那這個藥因為很貴 那健保給付有啦 但是有一個體現 你不可能這樣一直不斷的打 那就算你打了 也不是說一定會回頭啊 讓他不要再惡化 就已經很棒了 靠近一點 都很成功 會不會一直好 我會不會再惡化 自然間公的 心事 排隊